大家好,我是美丽,现在在西瓜坂了 在这边待了十多天了,今天要走了 来看一下这边最大的批发市场 因为这边都是中南亚水果嘛,说很便宜 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有多便宜 这个市场叫曼格市场 最大的水果批发市场 但没有什么人,你去逛一下 什么东西? 绿米啊,天呐,绿米好小啊 4斤39块,好贵啊,10块钱一斤 还有这种东西,小小的 哇,你看这边卖榴莲的好多人 猫山榴莲,这个是50块钱一个 猫山榴莲,这是30块钱一斤 泰国的 这个大榴莲 20块钱一斤,西瓜10块50斤 菠萝10块5个 这一根还挺大的,我们那边都是10块钱一个 这个叫母主的香水柠檬 上次我看到这个,不知道叫什么 但我估计是柠檬 大青毛,70块钱 这是包油的 哇,这个香蕉好好看 其实香蕉摘下来都是这种轻轻的 49块钱10斤 5块钱一斤 那也不便宜啊,这个是属于芭蕉的 芭蕉的品种 芭蕉可甜了,还有这个芭蕉 玫瑰椒,它是 熟了以后是特别红的 9块钱一斤 老板,这是什么锅啊 鸡蛋锅 鸡蛋锅 没吃过 这个也不错,但是有点像私家 冰淇淋水果是第一次见 一个50块钱一个 哇,这是没见过的水果 50块钱一个太贵了 这是带毛的这个桃子 这多少钱一斤 6块 那也不便宜啊 这有点强什么 也是桃子 这也是那个桃子 这个桃子质量好 这桃子怎么卖的 他卖了多少钱一斤 这个小天的花多 6块 但是比刚刚那个好 这个居然是你一只 有点尝一个 可以 我以为是干燃了 酸 跟我们四川的粒子不一样 四川的粒子特别脆 这个酸 都在芒果 你看这边 全是大出 整厕整厕的呢 哇,这个芒果好小 这多少钱斤啊 三块一公斤 三块小小的 他们这个没有纸 我还第一次见那个芒果没有纸的 但是他们蘸辣椒盐 我们都吃不来这种 这个大 这个也是这个绑出来的 哦 哦,这个绑出来的 在云南买点特长吧 看我买了什么 这个是榴莲肝 然后这个是无花果 然后这个是菌籍 这个是芒果肝 然后这个是越南的腰果 反正就证明我都是个吃货 你卖吗 不理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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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买多少 我想买个两三斤呢 两三斤呢 这个有 多少钱斤 这个八块钱 像我们这种买几斤水果 他们都不卖的 两三斤不卖 而且很贵的 动不动的是八九块十块钱一斤 比外面的水果市场还贵 我啥都没水果没买的 就买了一口袋特别 刚刚这个水果批发市场 赚了一圈 一个水果都没买到 所以他们今天东西真的不便宜 现在桃子的话都十块钱一斤 批发的话六块钱 一会儿都被抢光了 我们在那里一堆人都在买 还有榴莲的话 五十块这个一个也不便宜 还有一些 就另外那个水果没见过 五十块钱一个 小的话要三四 西瓜的话四块五 批发我觉得真的好贵 因为我新疆过来了 新疆的水果很便宜 然后唯一想买个桃子 那个油桃 然后八块钱一斤 是最小的 他还不愿意卖 我说买个两三斤 态度还不好 放了不买了 我还是在外面买点水果 好